夏天到了蚊子多也不用怕 一个塑料瓶就搞定 来多少灭多少 方法简单又实用 随着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 家里面的蚊虫也多了起来 总是让人防不胜防 如果是点蚊虾用去除剂 不仅味道重 而且还充满了科技很活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最近在晚上学了一个非常火的方法 原来用一个空瓶子就能解决 安全可靠 屈蚊比蚊虾更给力 邻居看到都纷纷来学 如果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 不妨耐心的把视频看完 在平时很多人喝完水的空瓶子 都是随手就给扔了 没想到充分利用起来 作用这么厉害 解决了家家户户的大烦恼 首先用剪刀把瓶子处理一下 在瓶子顶端的三分之一处 用剪刀把它剪开 将它一分为二 我们在剪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剪开后 我们如果是看到边上有不规整的地方 我们再用剪刀把它修整一下 这样子使用起来就不怕划伤 夏天是蚊子的活跃期 被顶咬过又咬又难受 从以前到现在 真有不少的灭蚊方法 不知道大家会常用哪一种呢 剪好后的瓶子 我们把上半部分倒扣过来 就是一个捕捉神器 这准是制作完成的三分之一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和声的可乐 把它倒进剪好的容器中 用量根据容器的大小来定 然后在碗里面 加入几滴的洗洁精 最后在碗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用锦 小苏打和可乐产生了变化 出现非常多的小气泡 我们再用勺子将它们彻底的搅拌均匀 把瓶子的上半部分倒扣进来 这样子一款非常简单的 制制灭纹器就做好了 因为可乐自带甜味 加上死结晶的中和 就会变得更加的粘稠 而死结晶里面的物质 不利于蚊虫蟑螂的生存 小苏打的中和 更能激发出它的甜香味 而这种气味也是蚊虫最喜欢的味道 所以嗅着气味 它们就会自动跑进来 粘液把它们粘裹住 瓶子由宽变小的设置 让它们无法逃脱 最后在不利于的环境中 再也出不来了 我们可以多准备几个 把它放在窗前 或者是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慢慢的你就会感觉 蚊虫蟑螂都少了 方法简单实用 你们也赶紧学起来吧 点赞收藏转发 不仅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还能帮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